很荣幸为你表演我的魔术 帽子逆法 大灭国人 只可惜我如此精湛的表演 就要浪费在一个不懂欣赏的盲女身上 场上帽子数量太多了 连我都很难感受到方主的气息 才加上采儿还要主动兵茫的袭击 哎呀 你就别担心了 采儿妹妹可是很强的 天哪 一个盲女 是怎么躲开这些攻击的 太厉害了 可惜他连对手在哪里都看不到 只能被动躲闪 长久下去他肯定输了呀 大小姐这是要干什么 上面没有人啊 魔术只不过是欺骗感官 但你骗不了我 你说了 自然说我的魔术只是欺骗 我就让你看看 我召唤是真正的本事 风主既然体而走险 越界召唤六级金刚巨雄 这可会让他的身体 承受巨大的反噬 金刚巨雄属于力量性魔兽 他的防御和力量都是同等级魔兽中最强的 所以媲美武界巅峰的战士 更方便的晚刻刺客 天哪 这么厉害的召唤兽 那个刺客输定了吗 是啊是啊 这还怎么赢啊 它就确实fu 你带他 大雅 小兜 有 大雅 member 刺客彩儿获胜